好的,这节课我们讲如何绘制文字 绘制文字的时候我们主要考虑一下参数 第一个就是文字的颜色 那当前是黑色的,你可以把它改成红色 那么还要考虑它的字体 字体就用QFont这个类来表示 一个字体包含了好几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我们要指定它的Family Family就指的是我们说的它的一个字面的意思 就是它是送体,还是凯体,还是time 它用一个字符串来表示 然后我们需要指定它的大小,就是它的高度 比如说10,16 然后我们指定它的weight weight就是说它的是否加重 它是一个普通的,还是一个加粗的 那么weight其实有几种有几种样式 应该在QFont里面找,找错了 我们再看这个,它这weight里面应该有几个形式 应该是一些常量定义 在这,QFont在weight里面 比如说是轻型,还是加粗型 好的,那我们常用的就是normal和board 还有呢,就是它是否是一个写体字 好的,那主要是呢,是这些四个参数 然后我们决定参数之后呢,就可以来把它给画出来 显示出来,对外呢,是招泰斯的这个函数 那不过招泰斯的这个函数呢,存在了很多份 那以这个函数为例呢,它就是首先要指定一个矩形 用左上角坐标和宽度和高度 指定一个要在哪个矩形里面,长方形里面画 指定它的位置 然后呢,它指定它的对齐的属性 那比如说这个呢,表示水平居中 h表示那个horizontal 那个这个呢,v三层呢,表示垂直居中 好的,那下面呢,就是第三个参数呢 就是一个,不是第三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表示它的要显示的那个文本 我们把它转化成一个q-string类型 那么我们在微信里面来看一下 在11.4a这个项目里面来 那这里面呢,加了三个函数 就是我们自定义的这个my widget的这个类 加了三个函数,三个函数分明用来做测试 我们首先看simple这个函数 我们在panel event里面呢 用这个simple来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绘制文字测试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 首先呢,设置一下这个文字的颜色为红色 然后呢,再是这个字体 我们使用time,然后是大小是16 粗体字,然后是写体 然后再用set font把它设置一下 然后我们就要用draw test来进行显示 那么我们指定的是整个这个位置的一个举型了 00V字 heap 然后呢,现在是左对齐和上对齐 水平方向是左对齐 垂直方向上是上对齐 然后显示中国你好,我们来看一下 看到没有 就是它是占据了左和上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变成都变成居中对齐了 水平方向居中对齐 垂直方向上呢 也居中对齐 让我们看一下 对吧 现在是随着你的窗口调整 它总是居中显示的 你也可以改成右对齐和下对齐 没有问题 这个呢就不一一演示了 好的 下面呢 我们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当这个文字太长的时候怎么办呢 就比如说 当这个我们显示这么长 一段文字的时候 应该是中国的 我们显示这么长一段文字 那么在使用上面那个方式呢 就会发现根本就显示不下 所以呢 我们这时候呢 要考虑一个换行的一个显示方法 那换行呢 我们就使用另外一个充载的函数 就是这样的 这个充载版本的函数呢 就是这里面也充载了很多个版本 你可以选择一个合适的版本 我们将要使用的版本 为了使它时间换行呢 我们将使用的是这个版本 首先指定一个矩形 然后再指定一个文本 然后指定一个test option 好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重点是看这个test option了 test option这个类呢 就决定了这个文本的一个 绘制方法 包括对齐 以及包括师傅换行 那师傅换行呢 通过这个setrep mode rep换行嘛 来表示 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 它这个类呢 介绍了这个 你看 包括它设置了很多个一个选项 比如说怎么换行 以及怎么解释这个质表符都有 那我们现在没有质表符 所以先不用管它 那怎么 它是换行的解释呢 有几种 例是不换行 no rep 那默认就是不换行了 也可以呢 是这种 rep anywhere 就在哪里换行都可以 也可以是wordwrap 就是在那个边界上换行 或者是wordwrap under anywhere 就是不但边界换行 还在任何位置换行 大家呢 都可以一次来试一下 好的 我们来看 我们来做第二个测试 我们现在 调用这个第二个函数 这函数呢 这么来显示呢 就能够换行了 我们来看一下 看到没有 它是换行显示的 因为你一行显示不下了 明白了吧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换行 我们已经学会了 那么说第三个问题 文字的测量 那如果我们决定了 只能单行显示的时候 那么就需要自己来测量一下文字了 就说我们希望它单行显示 但是呢 它一行又显示不下 于是呢 我们希望在后面 就是显示不下的时候呢 把它阶段一下 那呢 这显示神律号 那么神律方法呢 就是我们先不要去画它 我们实际使用一个类去测量它 它将要占多大大小 如果发现它要占的大小 超过这个它的空间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截断 使用呢 是QFontMatrix这个类 那QFontMatrix这个类呢 它能够计算 一个它需要的实际大小 那么我们在第三个 第三个函数里面来做这个测试 好的 第三个函数里面呢 前面应该是一样的 设置它的Font 然后我们看怎么动态的显示 我们先看一下效果吧 就显示这么 单行显示一个很长的文本 但是我们的空间有限 那么到空间有限 超出它的实际范围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做一下决定 一般来说呢 我们会显示成一个 省略号的一个形式 就是后面呢 它帮它一省略号显示了 那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这个省略号是它自动给我们提示的 这不是的 这是我们自己加上来的 我们把这个写体字给去掉 这是我们自己加的 就是我们自己来算一下 比如说 当街窗口就这么宽 然后呢 我们的文字呢 就是很长 然后呢 那么只好先计算一下 它的需要的长度 那么 就是在这里了 用Fontmatrix这个类呢 那可以计算一下它实际需要的这个空间大小 那么我们如果发现这个空间大小 比实际大小要小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显示了 那如果你需要大小很大的话呢 那你只好来测量 进一步测量了 这进步测量是比较曲折的 就是我每次减一个字符 缩短一个字节 缩短一个字节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是否够长 如果不够长的话 再缩短一个字节 直到够长 那够长之后呢 就把它显示 对吧 基本思路就是这样子的 那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细节 就是 你缩短一个字节之后呢 你应该把这个省略号再加上 就是加上省略号之后 看是否能够显示 对吧 因为我们实际要显示的是 加一个省略号的 大体就是这个思路 我再说一遍 那如果实际宽度够的话呢 就直接显示就好了 那如果实际宽度不够的话呢 那你就得测量 测量它 怎么测量呢 每次减一个字节 减一个字 长度减一 然后呢 把这个省略号加上 看够不够显示的 如果不够呢 再减一个 直到够显示为止 够显示的时候呢 就把它给显示出来 我们让它占据整个空间吧 大体上呢 就是这个思路了 那么效果呢 就是给大家演示这样 那在文字显示的时候呢 其实主要的问题 就是就是就这两个问题 就这两个问题 嗯 就是实际宽度显示 那相对来说 最后一个就比较麻烦 对吧 这个就比较麻烦 因为你要每步都测量一下 好吧 那这节课就讲这么多 谢谢